大家好,我是Stan 2022年3月9号是韩国第20区总统大选的日子 目前已经开始可以事前投票了 而是PoJunior成员Kimi-chan 因为去投票时候的服装以及上传到IG的照片 引起了部分网友们的指责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次的韩国总统候选人 一号是先执政党的候选人 二号是野党的候选人 而蓝色红色是代表各党的颜色 当天因为Kimi-chan穿了红色拖鞋 戴了粉色口罩,双手比了V 然后在IG也上传了比V的照片后 就被部分论坛的网友们指责是 在传达政治讯息 也就是在暗示自己投票给二号候选人了 不管你支持谁都没有关系 但是有影响力的艺人 应该要费点神经在自己的服装上吧 你不是一般人呢 Kimi-chan做了Kimi-chan 他不是没有想法的人 一看就知道他是故意在传递自己投给了谁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只有我不明白是什么争议吗 因为在拍照所以比了个V 然后拖鞋又怎么了 又开始扩大解释了 Kimi-chan支持哪个政党我都没有关系 但是这要被骂吗 女超网站整天想尽办法抹黑Kimi-chan 今天又用这个来攻击 对艺人们的这种猜测抹黑 真的是好烦人 说实话 Kimi-chan实际上是怎么想 我们不是本人都不可能知道 但是只是以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口罩是Kimi-chan代言的EBA Color Mask 然后粉丝们应该知道 Kimi-chan本来就很喜欢红色 家里也有很多红色的拖鞋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宇杰泽也是在投票的时候 因为服装颜色 被支持反对党的网友们攻击过 最近就是因为有部分网友们 艺人们在投票后都不敢做V这个手势了 所以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投票后不小心比了个V 而慌张的AT级成员们 跟屏站要摆姿后 突然放下手的部分太好笑了 蓝色头发成员被支持后 慌张的样子好可爱 就是因为那些酸民们 艺人们也太辛苦了 结果最后 AT级成员们都把手放在身后 或者是握着拳头拍了团体照 对于Kimi-chan的投票服装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前几天 BLACKPINK成员激素 出席了今年的巴黎时装周 迪尔大秀 当天身穿黄色鸽子连衣裙 白色衬衫与黑色领带的激素 一登场 整个现场粉丝们的尖叫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激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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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激素真的很漂亮 很可爱 很青春 激素在哪个角度看都很漂亮 很有气质 不知道的人看了会以为是演唱会呢 真的感到很骄傲 BLACKPINK赶紧回归吧 前几天 旁谈孙元胆大哥 在IG上传了这些照片后留言 像成龙的人一样拍拍看 而成龙前后也在底下留言 真的是很帅的LIFE 真的好喜欢金的IG 又直帅又坦白又有幽默 又帅又可爱又有趣 好像是什么韩剧里出现的 副三代一样 下班的路能看到这些照片的我的一天 也算是成功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Им达只是安排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